今天我们接着讲南明史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朱游松的洪光政权是如何灭亡的 不知道您听着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个人是越说越来气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这大明王朝延续下来的希望就这样 栽在了一帮庸才、蠢才和懦夫手里边 洪光政权灭亡之后 一开始被大家寄予厚望的陆王朱长芳 出任了监国 肩负起领导大明朝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但是呢,这朱长芳废物一个 出任监国才一个月 清兵呢,濒临杭州城下 这朱监国迫不及待的投降了 俗话说呀,树倒狐尊散,强倒众人推 众人一看,这朱长芳不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要投降,那随他去吧 但是,南明又岂能断送在这小子手里边呢 国不可一日无君 当务之急呢,是从藩王当中再找出一位来继承大统 眼前就摆着一位合适的人选 谁呢?唐王朱玉剑 话说哈 当天清军逼近杭州 唐王朱玉剑见到了朱长芳投降 十分的气愤 在靖鲁伯、郑鸿奎等人的支持下呢 他就准备前往福州筹备监国 看起来颇有几份气节 那为什么要去福州呢? 待会儿我再告诉你 咱们先来说一说朱玉剑 这个人呢,也算他们老朱家少见的有胆有谋之辈 人生经历是非比寻常 自打小呢,他爹就被叔叔杀害了 长大之后他杀了叔叔 替父爆了仇 某种程度上来讲朱玉剑 那就是中国版的哈姆雷特 人类版的狮子王心吧 血仇里浸泡过一番 见过大风大浪 那怎么比都比那些养尊处优的亲王强出百倍啊 再说了,这朱玉剑呢 除了身在东南政治中心以外 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地方 那就是他的封地在河南南阳 您又要问了,这南阳又有什么讲究呢 哎,这说起来话就长了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 有汉朝皇室血统的南阳人刘秀起兵 最终是一统天下建立了东汉王朝 光复了他刘家的江山 好了,到现在被清军成天追着屁股打的 红光旧臣们也希望朱玉剑呢 能够像刘秀一样有胆有谋带领大家伙 重拾旧山河 谁都知道啊,这个时候当皇帝 那就是当一个活靶子 不过呢,朱玉剑倒是二话不说 就接了这单活 1645年的润6月初7日 朱玉剑在福州正式就任监国 年号龙武,后人称之为龙武帝 这个也是南明史上的第二个政权 并且陆续得到了梁广,湖南,云南等地南明势力的承认 好了,我们来说说去福州监国 前边呢说了南明的势力范围呢在江南一带 那干嘛新成立的政权要跑到福州呢? 原因就是静鲁伯,郑鸿奎的势力范围在福州 到这啊,您可能又有点晕了 这静鲁伯,郑鸿奎,哪个地儿冒出来的呢? 那这位您可能还不太熟悉 我稍微的梳理一下 保管您就记得牢 静鲁伯,郑鸿奎原名叫做郑之彪 福建泉州人东南沿海第一霸主大明海贼王郑之龙的四弟 好了,又问了,郑之龙又是谁? 他有个儿子您一定记得,叫郑成功 如果说郑成功您都还不认识的话呢 建议您赶紧请你历史老师吃顿饭 这绕了一圈啊,一句话就能够记住这郑鸿奎就是郑成功的叔叔 好了,这么一来,这问题就来了啊 哪怕这朱玉剑才干不俗 但所谓什么呀?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呀 在郑家的地盘上呢 凡事都得考虑他老人家的态度啊 果不其然,龙武政权建立之后呢 朱玉剑对于郑家各位人物呢 是大家拉拢,家官尽爵 郑鸿奎被封为定鲁侯 郑之龙被封为平鲁侯 就连刚刚二十岁出头的郑成功 也被刺姓姓朱 从此大家便称郑成功呢 为国姓爷 也就是说,龙武政权之后的命运 郑家的态度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福建的龙武政权建立起来了 那眼看就要领导全国反清复明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节外生枝 浙江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监国的政权 那这个可不是什么人冒名顶替的 监国的人呢是实打实的大明藩王 鲁王朱以海 这个朱以海又是谁?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说起来呢也有意思 当初这朱长方投降的时候啊 浙江的老百姓呢几乎是没啥动静 顶多呢哀叹两句 可是当清朝的剃头令到了江南的时候 老百姓是一个个揭竿而起 上一讲当中我们已经讲过了 江苏人为了反抗剃头令 英勇抗争誓死不屈 浙江人反抗的势团呢 丝毫不比江苏人差 不只是老百姓誓死不剃发 连祥青的军队都产生了滑变 其实百姓对于大明他不一定有多少感情 但是您这剃头令呢是直接伤害了自身的尊严 这事这么一来就没那么简单了 不管怎么样 一时间浙江各地的反清运动呢是风起云涌 人人高呼着光复大明天下 这正是驱逐青人恢复大明江山的好时机啊 但是光靠群众运动这怎么行呢 若是群龙无首怕是坚持不了多久 这一点明朝的官员很清楚 要想抓住这个机会就得一位明朝的宗室出任监国 领导这股子风潮 而放眼整个浙江绝大部分明朝的藩王呢 都被朱长方召唤过去投降了 只剩下鲁王朱一海呢 借口说这路太远 他没有去 好了那这会呢 除了找朱一海还能找谁呢 咱们来聊聊这个鲁王朱一海 朱一海呢 原先住在山东衍州 1642年清军冲破长城防线 一路烧杀这衍州呢就造了秧 朱一海的兄长遇难 他本人呢是躲在死人堆里才逃过一劫 好不容易说安稳了一阵 这还没过两年的大顺军逼近山东 朱一海没办法只能再次跑路 这一路向南呢逃到了浙江的台州 颠沛流离 总体上来说 吃了满人和李自成的不少苦啊 所以啊 当清军招降朱家藩王的时候呢 国仇带着家恨 朱一海是拒不投降 有种 当浙江反清复明运动需要一个领头羊的时候呢 他又义无反顾的扛起了监国大气 1645年农历7月18日 鲁王朱一海在浙江韶兴出任监国 这样在福州已经有了龙武政权之后 在浙江又出现了一个鲁监国政权 然而啊 这话又说回来 这朱一海呢 你再怎么有气节呢 撑死了 还是一个养尊处优的龙子龙孙 当上监国以后呢 基本上这货就只知道吃喝玩乐 俨然已经忘了自己还身负重任 皇帝都如此了 这上梁不正下梁歪 那你说说 鲁监国政权的朝政呢 还不更是一塌糊涂 在关键的军事问题上呢 官军是飞扬跋扈不听号令 老百姓自发组织的义军呢 没受过训练又缺乏战斗力 所以说呀 浙江的抗清运动看上去呢 是风起云涌 实际上它就是一盘散沙 内外交困鲁监国政权 它又能撑多久呢 这答案还用分析吗 早就不言而喻了 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南明的情况 福建一个龙武政权 浙江一个鲁监国政权 想当初这南明的是极缺皇帝 好了现在倒好 一下子冒出来俩 这俗话又说呀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怪只怪这信息传递不方便 唐王朱玉建在福州称帝了 这浙江方面那边都称帝了 他这边还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问题来了 俩皇帝哪个才算是正统的南明政权呢 说起来福建的龙武政权这早一个月建立 又陆续得到了其他各省的支持 可是呢 朱以海在浙江 毕竟人家呢也是黄袍加身了 难不成功让人家现在退位吗 那到底要不要退位呢 其实啊 朱玉建也好 朱以海也好 这说白了都只是崇祯帝的远房亲戚 身份上来说呢 这半斤对八两 让谁当让谁退 这都不合适啊 一晃晃到了1645年的9月 浙江这边的鲁建国政权呢 也是持续了两个月 福建那边的龙武政权呢 实在是坐不住了 派出使者带上诏书 劝良家合并 为了笼络对方的大臣 福建方面又表示说呢 说只要你浙江方面的官员呢 愿意来福建任职 这官位啊 趾高不低啊 这又是搞兼并 又是挖人才 对于鲁建国政权呢 简直就是要连根拔起嘛 要不要接受诏书 浙江方面的简直是炸开了锅呀 有人说大敌当前自己人何必内斗 那建议联合 有人觉得说 那将来谁有福气敢跑了 清军当上了真正的皇帝 还不一定 那干嘛这个时候 就要把位子拱手让出去呢 哪怕就算弹崩了 双方打内战 咱们浙江也有几十万人马 难道我们就这么怂 就打不过人福建人 又是个吵吵嚷嚷 没个定论 这个时候 当家的朱以海 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居然是耍起了小脾气 他一看手下 居然有人愿意倒向福建的龙武政权 他越想越灰心 哎呀那你说我这样 人心散了 对我不好带了 我当这个群龙之手 还有啥子劲呢 左思右想 索性不跟你们玩了 退了皇帝这个位 老子回台州去了 众人一看完了 这事闹大了 到了福州 还不知道啥光景呢 又何苦惹眼前 这位主子不痛快呢 于是乎 又把朱一海请回来 接着一番表决 拒了福建方便的诏书 消息传到了福州 这龙武帝呢 那是气得够呛啊 都是一家人 动起手来呢 实在是不好看 那怎么办呢 挖墙角吧 1646年正月 龙武帝派使者 带着十万两白银前往浙江 告赏前线的官兵 想要收买人心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银子呢 被浙江方面留下了 使者却给剁了 龙武帝三番两次碰钉子 只能以高官后路 收买朝廷的文臣武将 大开空头支票 龙武帝在那边呢 穷折腾 朱一海气氛不过了 他也派使者去福州呢 公开封赏郑之龙兄弟 为公爵 反正这两边呢 就是你来我往闹的 不可开交 就差兵戎相见了 可是啊 二位爷您知道不知道 您这会儿正在争这个 正统抢这个名粉 闹得是有模有样 这是压根不把南下的清军 放在盐里边吗 这时候了不联手抵抗外敌 白白消耗自身的实力 可笑 可悲 可叹 福建浙江两边相识不下 咱们先来看一看两个政权的运作情况 先说说福建这边的龙武政权 在之前洪光政权的眼中呢 他第一深仇大恨的李自成 满清呢 是他们想要笼络的对象 直到清军南下 洪光朝廷土崩瓦解 他们才幡然醒悟 哦 原来满人才是最大的敌人啊 洪光政权用血的教训 让南明君臣搞清楚了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这个错 龙武政权是不会再犯了 就在此时南方的百姓 对于清朝的剃头令的怒火是越烧越旺 纷纷揭竿而起 龙武政权呢 也就趁势竖起了反清的大旗 成为众多反清势力当中的扛把子 正当龙武帝在那边信誓旦旦说要抗清到底的时候呢 清方昭祥的使者已经到了福州 龙武帝一看好家伙 这正是立威的好时机一刀剁了来使昭告天下满清糟蹋我祖灵 残态我百姓不共戴天不日我将亲自统帅大军北上讨伐达子 这番话呢说的呢是慷慨激昂哈人心是大受鼓舞 仿佛立马就能看到汪师北定中原 但是呢龙武帝这口号喊破了天 说白了他也就是一光稿司令 果不其然郑直龙郑鸿奎两兄弟呢惧怕清军 当然也是想要保存实力 他竟然不出一兵一卒 这北伐呢随即宣告流产 这龙武政权北伐流产说白了呢就是实力不够 像明末清出这种你死我活的乱世那是强者为王弱者我滚蛋 龙武政权想要壮大实力他又该怎么办呢 难不成要发动福建广东的老百姓都来当兵 大可不必眼下还有一大波的虎狼之师可以笼络 谁您忘了吧李自成死了以后还留下一大帮的大顺军呢 龙武帝很清楚啊农民军一旦被灭 那下一个倒霉的就应该是自个儿了 因此他们来了一个政策大转换 从之前的连鲁平扣啊 这拉拢清军去打李自成到了现在的连扣平鲁 拉这个李自成的军的去打清军 这个呢也就印证了那句话了 一个国家他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他只有永远的利益 李自成死了以后大顺军是一盘散沙流落在湖北一带 清朝和南明都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 大顺军各位将领害怕投降清朝之后呢 惨遭迫害 纷纷决定倒向南明 再怎么说大家伙都是汉人呢 消息传到了福州 龙武帝是兴奋不已 对李锦等人是大家封赏 就觉得哎呀好了呀自己以后再也不用处处瞧郑氏兄弟的脸色了 可是问题是啊这群新入伙的明军在湖北 那您想想湖北跟福建的挨着远着呢 那没办法 龙武政权还得继续看郑家的颜色形势 龙武帝呢是空有一腔热血 但是发挥不了半点作用 这时候呢明清双方在江西展开了激战 江西的地理位置不容小觑 一旦失去龙武政权所控制的广东福建湖南 那就被分割开来 那被清军消灭 那一定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为了让郑家兄弟出兵江西 这龙武帝是天天软磨硬炮 但是白搭郑之龙等人他就是不乐意 不得已了 龙武帝呢只好摆出皇帝的架子 说了一番狠话 郑之龙这才不情愿的让部将郑采率军前往江西 结果呢 刚走到福建江西交界的地方 他就按兵不动了 一听说清军要打来了 郑采率军就跑 这龙武帝一听到这消息差点没气死 1646年的正月 郑洪奎的手下黄克辉又从浙江撤回 这龙武帝更加恼火 当面呢 把郑洪奎大骂了一顿 但是没办法呀 一兵一卒的都是人家郑家兄弟的 你光骂一顿又能有什么用呢 弄到了现在 龙武帝算是看清楚了 这郑家兄弟根本是无意进取 如果指望他们 那黄花菜都凉了 富国大业永无实现之日 要想有所作为就得离开福建 摆脱郑家兄弟的控制 他呢就打算亲自前往军事重镇 江西干州 问题是 你龙武帝一个人 你哪怕去了前线 你手里边没兵 这也不好使啊 反正呢是叫不动郑家兄弟 那龙武帝呢就派出了自己的亲信 湖南的河滕郊率兵前来江西 结果是等了半天呢 河滕郊还是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可怜呢 一枪壮志雄心的龙武帝 他再次计划落空了 清军这边呢很快也意识到了江西的重要性 果断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一时间江西的抗清义军是岌岌可危啊 远在福建的龙武大学是黄道洲是看不下去了 自告奋勇前去江西救援 而偏偏的郑之龙像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 一个兵一个足都不给你 那黄道洲呢 只好带着拼凑而来的三千士兵出发了 这黄道洲呢 他是个读书人 他从来没有领过兵打过仗 一上来就被清军击溃落得个被俘就义的结局 消息传来啊 龙武帝是追心刺步 黄道洲的死让龙武帝摆脱郑家兄弟控制的想法再度落空 走呢 又走不了 留呢 又不想留 可叹可惜啊 为了争这个大明王朝的正统啊 福建浙江是相争不下 但是呢 争是没有用的 得看实力 谈到人力财力浙江方面都处于下风 朱一海这边呢 难免呢 有点自我抱怨 有人献计了 说哎 如果能拿下杭州南京 先拜一下太祖陵寝 那必然能够打压福建的威望 这鲁建国听了执教好 马上的封总兵方国安为大将 自个呢 还跑到乾塘江边去慰问将士 又是赏银子 又是发表讲话 众人一看 呦吼皇帝都来了 个个是激动不已 誓死 拿下杭州杀敌报国 于是乎呢 明军是一股作气度过乾塘江 杀到杭州城下 才一仗 就被清军打得一败涂地 吃了一记打 鲁建国他再也不敢提北伐了 但是打一下就输了 就想不打了吗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这一仗反让到清军是摸清了 鲁建国小朝廷的底细 哦原来是个纸老虎啊 就会咋唬呀 1646年5月 清军直奔乾塘江边来 正是所谓什么呀 天要王大明 这一年浙江偏逢大旱灾 清军发现哎呦呼 潜塘江的水这么浅呢 竟然是淹不了马肚子 天助我也举兵渡江 明军呢全线崩溃 四处逃窜 5月29号晚上惊慌失措的鲁建国 朱仪海是顾不上家眷 独自乘船 离开了韶兴 躲到了海上去了 朱子都跑了 鲁建国政权下的臣子们 又该何去何从呢 大将方国安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血性 乖乖的举手投降了 跟他一起投降的呢 还有像阮大成这样的一大票全臣 不过呢 鲁建国政权呢 也不缺有气节的汉子 比如说这个大臣王之仁见大事已去 先是让一家老小近百人以身殉国 随后呢 他自己做一条旗鼓鲜明的大船 身穿明朝官服大摇大摆的驶向松江 而那边乡呢 清军的头领鸿成仇呢 以为这哥们是来投降的是吧 喜不自禁的迎上前去 只见王之仁就说了 他说我乃前朝贵官 国王英训 我怕呢死于波涛之中 后人以为我逃亡躲避 现在我自投罗网 只求死个明白 鸿成仇呢满脸带笑 劝王之仁了 说您对明朝确实洁净忠诚 但是呢大事已去啊 天命有归 还是应该为大清效力才好 王之仁唾骂道 先帝为你历祠修庙 亲自祭奠封印你一家 谁料你忘恩负义引狼入世 真是诸狗不如 这一番话呢 骂得红成仇啊 是无地自容恼羞成怒 当即呢就让人把这王之仁呢 拉送刑场处决 临清之前呢 王之仁是神色自弱 对于左右围观的百姓就说了 活见人死见尸 我不愧大明王朝 轻时有正 终不作复国叛贼 这般的刚烈知识 王之仁他不是最后一个 也不是唯一一个 随后啊 清军陆续占领了浙东各个府县 大学士张国为兵部尚书余黄等人 纷纷自尽 就连平日里面以贪婪著称的大学士朱大典 死守金华 拒不投降 城破之日 朱大典带领着家属和亲信 来到了火药局 点燃引线 众人全部丧身火海 真可谓国破家王 壮士悲歌 说到这呢 我得插播一位我们之前都很熟悉的老熟人 他就是之前宏光政权的全臣马士英 马士英之前是臭名远洋 成了过街老鼠 谁都不愿意收留 但是呢 这个人他再怎么差 到底还是有几分契节 危难之际 他从来没有转投过清军 反而是留在了不待见他的南明这一边 并且是多次参加了抗清战斗 以图洗刷自己往日的形象 这话说呢 鲁建国政权灭亡之后 马士英逃进了山里当了和尚 结果呢被清军搜了出来 被拂就义 而相行之下 昔日写文章骂他的像黄宗熙啊 张黛等人呢 在政权危机的时候呢 自个儿跑到了清方统治区 剃了发以明朝移民自居 这个移呢是移留的移 想当初像黄宗熙张黛这两位 那都是后世史上响当当的文学大家 可是如今想来他二人既不能见微受命 又何必一形余色的痛斥奸臣马士英 以标榜自己才是正人君子呢 在1646年夏天清军占领的浙东随即准备南下进攻福建 一时之间的龙武政权也是岌岌可危了 龙武帝正想着跟郑之龙商量怎么办 不料呢 后者居然说呢 说我的老家泉州安平的被海盗占了 我要带全部的人马呢返乡报仇 这龙武帝一听傻了眼了 他知道哈 这郑之龙呢 这回是不打算管他的死活了 连忙的拉下脸说 哥你这样带着我一起走吧 郑之龙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而这个时候呢 清军已经是从浙江出发前往福建 从浙江去福建得要经过一个地方叫做仙霞岭 这个仙霞岭呢 原本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闲耀之地 但是呢 这个郑之龙啊 早已经和清廷那个时候打的是火热 让守将的主动撤退 哎 于是乎这八百里仙霞岭空无一人 清军就这样毫不费力的 通过了这道天险 说到这儿我又得插播一个人 在穿越仙霞岭的大军当中呢 还有一代奸臣阮大成 这一年他已经是六十岁了 爬山之前呢得了病 清军呢就劝他说行了您别爬了 休息休息吧 阮大成比较敏感 就以为说这个对方是不是怀他的忠诚了 二话不说 报病爬山马都不起 撒鸭子走在最前面 时不时呢 哎老头还挺作啊 回头嘲笑一下那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说你看你们这家伙 年纪轻轻的还不如我一老头爬的快呢 或许呢是为了向清主子证明自己 他越爬越快 很快就跑得没踪没影 好了等到大家伙喘着粗气 赶到山顶 只见这阮大成呢 一个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头垂在胸前 再一瞧 哦 原来早就断气了 撇开这个不谈 单说龙武朝廷投降这个事儿 其实呢 龙武朝中啊 私下详卿的又何止郑之龙一个呢 很多臣子啊 名里头向龙武帝磕头 那暗地里他早就地上响表了 龙武帝他哪怕他愤怒他无济于事啊 现在龙武帝满心满眼盼着的 那就是湖南的何滕郊了 何滕郊呢 这可是龙武帝从南洋带出来的旧臣 平日里呢也没少关照他 可是之前龙武帝让何滕郊出兵 他就居然当听不见 这一次呢 您猜也能猜到结局了 何滕郊从湖南派出的军队呢 居然在江西观望不前 又是一个忘恩负义 见死不救的臣子 这眼瞅着清军进入了福建了 再也没有任何指望的龙武帝呢 只能选择自己逃亡了 他要去哪呢 他依旧是去他之前 就想要御驾亲征的江西干州 与鲁建国朱以海擅长逃亡相比 这龙武帝的逃亡经验 他基本上是零 在只有区区五百士族护卫的情况下呢 他居然是随身携带大量的书籍 您说这书又多又重的 您这是逃命啊 带这些书您能逃的多快呢 说到这呢 各位还是好好的听咱们路上读书吧 瞧瞧人家皇帝逃命还不忘读书啊 开个玩笑 除了大批书籍 还有一大帮的亲戚官员随行呢 您想想一群人拖拖拉拉 这算哪门子跑路呢 而相反清军这边陵夜追击 1646年8月28 龙武帝一行呢 刚刚逃到了福建厅州 睡了一宿 第二天清军就杀到了龙武帝被俘 说起来呢 龙武帝算是南明君主当中 比较有血性有作为 也愿意积极抗争的一位 但无奈手里边呢 没有军队 依附于郑氏兄弟呢 始终是寄人篱下 最后又被无情抛弃 只能说老天不诱他老朱家呀 对于龙武帝的结局 史料记载不详 后来又冒出了很多传说 但是呢 本书作者顾成先生认为 龙武帝很可能在被抓的当天 就被清军杀害了 只是呢 不少的明朝人他始终不愿意相信龙武帝已经殉难 于是乎呢 就出现了一个说法 说呢 在亭州遇难只是龙武帝的替身 龙武帝本人是逃到了广东和园的五指山 出家当了和尚 最后原集于那里 而这种说法大概也只是明朝人的一厢情愿罢了啊 好了各位 说到这儿 福建龙武政权浙江鲁监国政权的建立和灭亡 这一段咱们就说完了 南明走到这般地步 是不是说已经走到头了呢 且听我下回吧